女子或丈夫也有可能提前撤走,陪伴你的只有空荡荡的日子,你必须学会独自生活和品尝与面对孤独。 第二种风景是社会的关注度会越来越小,不管以前事业曾怎样辉煌,人如何有名气,衰老都会让你变成普通老头和老太太。 聚光灯不再照着,你得学会安静地待在一角,去欣赏后来者的热闹和风光。 第三种风景是前行路上险情不断,骨折,心脑血管堵塞,脑萎缩,癌症等都可能来拜访你,想不接待都不行, 你得学会与疾病共处,带病生活,视病如有,不要再幻想身无一点疾病的安稳日子。 保持良好心态,适当的运动是你的任务,你得勉励自己,不断努力。 第四种风景是准备到床上生活,重新返回幼年状态,母亲最初把我们带来人事是在床上, 经过一生艰难曲折的奋斗,最终还要回到人生原点,床,去接受别人的照料。 第五种风景是沿途的骗子很多。 第五种风景是沿途的骗子。 第五种风景是沿途的骗子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